相信呢,他日后也会不断地缔造辉煌 好,我们接着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首先是由张宁发球 虽然第一局的比赛谢信芳是以11比21 比较悬殊的比分输掉了 相信呢,他也会把实力留在第二局 他也是非常的有韧性 打球很黏,不会轻易地放弃 张宁的往前意识非常的强 反应很快 三十二一 谢信芳2比1领先 张宁是接发球直接抢攻 拿到了一分2比2 非常的漂亮 感谢观看 Service Server 3-2 我们看第二局的比赛一上来 谢兴芳是明显的加强了进攻 4比2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张宁的这个动作的一致性 他的假动作做的是非常的好 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从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张宁的进攻很犀利 但是谢兴芳的防守特别的出色 谢兴芳领先两分 这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呢 谢兴芳是以11比21先输掉了 谢兴芳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 她是06年和去年两届世锦赛的女单冠军 那么男子单打的决赛呢 将会在林丹和印尼选手陶飞克之间进行 我想这场比赛将会是日本公开赛的所有五个单项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 林丹和陶飞克呢 一直是世界语谈最闪亮的两颗明星 两个人的个性也都非常的突出 所以呢 他们在场上啊 不仅仅是对手 在场下呢 也经常会有口水战 那么在此前呢 林丹和陶飞克呢 已经有过七次交手 那么林丹呢 是赢了四次 输了三次 但是其中赢的这四次当中呢 还包括一次 就是前一段时间在中国香港的公开赛上 陶飞克的退赛 所以说两个人几乎可以说是真正的打是三胜三负 两个人是势均力敌 那么今天呢 究竟是鹿死水手 我看是非常的值得关注 三个人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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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凰 卸行方目前落后一分 7比7 8 7 发了一个进网球 把高球到后场 我们看在刚才的这个球当中 张宁是抓住了机会进行进攻 所以运动员呢 无论在什么时候啊 都应该把进攻放在守卫 只有进攻才是得分最有利的手段 所以运动员呢 谢信芳接发球失误 那现在呢 场上的形势啊 对谢信芳不太有利 第一局他先输掉了 那么第二局呢 又以8比10落后 现在9比10 谢信芳拿到了发球权 在21分的比赛当中 每局的比赛达到11分的时候呢 都有一次休息一分钟的机会 张宁是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小将朱林 而谢信芳呢 是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的选手 王晨 混双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印尼的选手林培雷和马沙利夺得了混双的冠军 那么其他三个单向的对阵情况是这样的 男单的将由林丹对阵陶飞克 而男双呢 是由吴俊明陈甲亮 对阵马来西亚的古剑杰和陈文宏 女双的比赛将由高林黄岁 对阵魏毅丽和张亚文 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呢 是今天日本公开赛的第二场决赛 刚才已经结束了混双的比赛 日本公开赛呢 一共有五个单向的比赛 女单女双男单男双和混双 中国队呢 可以说已经包揽了女单和女双的两个项目的冠亚军 因为这两个项目的决赛啊 都是在中国选手之间进行的 但是男双和混双的比赛呢 中国队都没有能够进入决赛 好 好的 Savisover, 13, 11 Savisov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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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谢信芳终于把比分追平了 13比13 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之后啊 老将张宁是向中国羽毛球队提出 希望能够退役后呢留在队里边当教练 那么其他的老将 你像夏宣泽 陈红 高龄 张军啊 这些队员呢也都向中国羽毛球队提出啊 希望在退役之后呢能够在队里边当教练 那么一个队中同时有这么多优秀的运动员 著名的运动员要求留队做教练 就在整个体育界里边也都是很少见的 那么李永波呢也非常自豪的说啊 你看有这么多的选手希望留在中国羽毛球队 说明这个集体啊是有吸引力的 虽然他们能不能留队 还是要经过队委会的讨论 但是呢呃李永波说会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 那么我想呢 中国羽毛球队之所以 对这些运动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 在中国体育 吸收了职业化的元素 十多年之后呢 各个运动队呢都尝试在国家利益 集体力和个人利益当中寻找一种平衡 而中国羽毛球队也是一样 经过多年的摸索呢 他们这个呃对于这个比赛奖金的分配方式 比例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合理固定的模式 例如现在羽毛球队的双打运动员 可以得到自己比赛奖金的48% 单打运动员呢可以拿到自己奖金的30% 其他部分呢将归管理中心和国家队 这样一套透明的机制啊 无论是对运动员还是教练员 根据比赛成绩 个人利益能落实多少 都是有据可查一目了然的 张宁现在是落后了三分 第一局张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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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果断的进攻直线 张宁追了一分 15比18 我们看到张宁在进攻的时候啊 会有一个突然的加速度 那么这种节奏的变化呢 也会对对手形成很大的干扰 在前面的比赛我们看两个人呢 都是打得很松弛 而现在呢两个人的比赛 逐渐进入了状态 显得越来越激烈了 谢谢方的判断很准确 这个球果然是出界了 协行方啊果然是后发之人 在一很悬殊的比分输掉了第一局之后呢 现在第二局 谢信芳拿到了四个局点 这个球运气不错 谢信芳的回球滚网而过 这样呢 谢信芳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两个人打成了1比1 接着要进行决胜局的较量 请不吝点赞